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将代表中部队给大家做一道非常好吃的河南菜叫做干边门子 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奇怪 小妮不是新疆人吗 怎么就代表中部队了呢 其实我要告诉您的是 好吃不分东南西北 前段时间我出差去一趟这个河南郑州 发现在那边有一道菜特别好吃 就是我刚说的干边门子 吃了一次咸不够 必须要学会了 在家自己坐着吃 所以我今天刻意从河南郑州 请来了我们大浪淘沙时尚酒店的高杰 师傅欢迎您 大家好 说到门子 可能有些观众还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看过我们给您介绍的原材料 就能略知一二了 红薯粉条 红薯淀粉 鸡蛋 蒜苔 八角 花椒 干辣椒 味精等 门子是用红薯粉条和红薯淀粉去做 现在我们要开始做了 怎么做呢 来我们先将这个粉条 煮粉条 煮粉条 这先倒油 这是什么 您不知道煮粉条吗 煮 我们先要把花椒 一些大料 这样煮起来更容易入味 炒香 对 放点八角 香辣椒 还有花椒 这里的目的 是要先把油给炒香了 我们还可以放点姜 姜 你就整个这么 葱就整个把它放进去 我已经有香味了 我们倒了鸡汤 不需要把它先捞出来吗 煮一会再捞 这样煮它能入味 能入味 对 我以为煮这个粉条 用普通的水煮 就是这样 用做焖子 主要就是它要让它更容易入味 这样做出来 焖子非常好吃 将那个粉条它放进去 一般的粉条是做不了焖子的吗 用其他粉条做出来它容易烂 容易烂 对 很容易就是 红薯粉条容易是韧性比较强 对 它的黏度比较大 在煮的过程中 我们要加入调一下味 放点盐 放点盐 对 煮到几层熟的时候就可以 要煮八分熟 这个煮这个 八分熟 对 它透明 这个粉条现在基本上是七点五层熟 我给你展示一下 这个七层熟到八层熟之间 大概就是还是有点韧劲 比较透明一点 但是可能还是要稍微再煮一下 别让它太硬 现在我们要做的工作是要一点点的把所有的姜片八角都给捞出去 现在这个粉条都已经煮好了 接下来一步也很重要 那就是 我们要加入红薯淀粉 红薯淀粉 就是在这个调制的过程当中可以加其他的 比如你喜欢吃肉 喜欢吃海鲜 对对对 都可以加进去 但是我想知道是可不可以用别的淀粉 比如说玉米淀粉 土豆淀粉 不可以 不可以 为什么 因为其他淀粉呢 就是说这个 粘性不够 粘性不够 只有红薯淀粉 对对对 这是合适的 对对 你帮个忙 好 把这汤加一点 好 就是把这个 我们用这个原汁 刚才煮的这个汤 鸡汤 直接加进去 对对对 加多少 你倒 而不仅是让它变得稍微粘稠 同时呢 也能让它更入味 对对对对 可以加入一点姜末啊 葱末啊 这样更容易出 更容易出味 现在呢 把这个搅拌好的粉条 放在这个容器里 需要把它压折瘦了吗 要压一下 就是您刚才说过 有人喜欢吃肉 可以加肉 加海鲜都可以 对对对 那今天呢 做一个比较酥一点的 今天我们来加鸡蛋 加鸡蛋 对 我们可以就是 再加一点这个 红薯淀粉 放到鸡蛋里面去 这样的话 它能更容易 就是说 粘着性更好一点 对对对 轻轻的在上面 有一层就好 对对 蒸的时间了 一定要大火 三十分钟都可以了 必须把它蒸 对 必须蒸透 蒸透 必须要蒸透 在蒸汁的过程中 高师傅教给小您一个 如何辨别红薯淀粉 玉米淀粉 和土豆淀粉的小窍门 红薯淀粉 它颜色发暗 发暗一点 对 然后它有颗粒 颗粒 对 玉米淀粉了 它颜色发黄 这是玉米淀粉 对 这个是土豆淀粉 对对 颜色有点发白 颜色上去的 对 好 这个焖子已经蒸好了 那这个为了等会儿 切起来比较方便 可以把它 基本上切成长方形 大概切半公分厚左右 半公分厚 0.5厚左右 煎了里面外焦里嫩 这样煎了 太薄了就会太焦 对 它容易太焦了 太厚了 里面味也进不去 对 锅火 不能是凉锅 一定要油 要烧热烧到 大概是有略烫手 略烫手 对 焖子好像 比如说我们这一次 做出来了一大块焖子 然后可能做一道菜 也不需要那么多 切一小块就可以 对不对 对对对 那剩下的怎么办 可以保存多长时间 大概这可以保存 一个星期左右 一个星期 它都不会坏 不会坏 要煎至两面金黄色 两面金黄色 对对 而且我注意到 整个做焖子的过程当中 油的使用量是比较适量的 对 不能太多 不能太多油 对 我们先把这个煎好了 这已经好了 我们先给它拿出来 对 所以我觉得焖子 是一个特别健康的食品 尤其是对于高血压 高血脂 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 你可以经常使用焖子这道菜 也是减肥的两方 是不是 对对对 它非常健康 非常绿色 对对 对 它确实有点发绿 焖子煎好之后 就剩下最后一道工序 干煸了 在此之前 我们先把蒜苔切寸段 干辣椒切成小块 开火之后呢 现在要倒点油 现在已经差不多了 拿着你搅一下 要把这个花椒 还有干 这个干辣椒要放进锅里 锅的油不要太热 然后稍微的炒出一点香味出来 对 现在已经可以了 我们把蒜苔放进去 先放蒜苔 对我们先放蒜苔 我觉得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可以加些不同的菜 不一定非要加蒜苔 对对 也可以加上这个青尖椒 青尖椒 对 喜欢什么就加上 对对都可以 把门子放进去了 这是最最关键的一步 我们最后一步一定要急火快炒 急火快炒 听到了吗 急火快炒 可以调调味 现在要调味了 放点盐 放点盐 好了 这个关火之后呢 稍微加点味精 好了 这道健康美味的干辣焖子 就大功告成了 真的是非常好吃 可以吧 跟我在河南吃到的差不多 而且味道更加丰富一些 因为加了鸡蛋 我在河南吃的是没有鸡蛋 所以我觉得这个味道更香 更好吃 而且呢 这道菜是一道非常经济实惠的菜 营养又很丰富 今天特别感谢高师傅 这道菜感觉特别开胃 当下酒菜也不错 很麻 很爽 对于我来说 既健康 然后呢 又能吃饱又美味 然后的话又不长胖 我觉得这是一许多得的一道美味 再来回顾一下 需要准备的原料有 红薯粉条 红薯淀粉 鸡蛋 蒜苔 八角 花椒 干辣椒等 今天 您就不妨试着做一做这道营养健康的干点们 桶 Quốc 桶 孙 母 节奏